第一次報名完成了以後,我們黨內通過以後,我要申請,應該五二零不前來 來賓來接旅客聖課 這次去美國當上的目標,第一個是瞭解美國,因為美國畢竟陸入,它是最重要的很棒,最早的國家很重要 我們在台灣一定要瞭解,第二點,我們從美國來回看台灣,過去在台灣看有多少人過去反省 所以跟美國的行政部,國安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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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也都一種 還有很多資助,很多資助經驗 所以你會對美國怎麼期待臺灣的影響 你會對我們臺灣要準備未來的世界最標題的影響 另外一個是把臺灣的第三次影響介紹給美國 那大概因為這個時間相當長,臺灣的人相當多,大概目的都有達到 主席說,是所有以及所有都是同事戰線,或是最常在的 是怎麼看 我開始我就覺得,要讓臺灣陷入那種那種兩籍一部對抗的環境 一開始我是講說,戰爭那種下降臨境檰卸的主規励 我們台灣應該要有一次的反應 實際上台北是一個不再是那個國家,總該才是那個標準 目前的講完,我們還是可以看得出雙方還是兩次規劃來,就是我們可以讓消滅掉 台灣是大家的,我不可能說我們把另外一個人是消滅掉的,剩下一半可以成功,做完一個完整的國家 所以華益土壤聯合就不轉給台灣